大家好,欢迎来到惠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种白菜 白菜是一种洗冷凉的蔬菜 通常是一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播种 它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5-25摄氏度之间 如果天气过热,静夜会生长不良 而且还会发生抽台的现象 我们常见的白菜有很多品种 生长期一般在一个半月到三个月之间 今年在我家后院,我们选择播种了三个比较常见的白菜品种 第一个就是包心白菜,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白菜 建议各位种菜的朋友购买种子时选择早熟的品种 这样通常它三个月就可以成熟了 请留意大白菜生长成熟后占地面积比较大 我家以往在后院的种植方法是撒种直接种植 然后在白菜长出嫩苗时 陆续吃掉了其中的一部分 俗称建苗 然后剩下的白菜安排好它们的间距 就可以正常继续增长了 直至成熟采收 那今年我们种植大白菜的时候 选择的方法呢 是先在室内用小的育苗盆育苗 然后再把它们移栽到室外的土地里 这样直接就安排好了距离 等它们长大后就不用再建苗了 其次呢 我们在后院地里也播种了奶油白菜和小白菜 这两种白菜通常来说成熟时间较快 不会超过两个月 而且占地面积比较小 所以我们采用地里直接播种的方式 选一小块土地 在地上按出这样的小洞 均匀的撒上种子 盖上土 浇适量的水就好了 天气冷的季节 适当的给它覆盖一个暖棚 起到防风防雨防低温的作用 当然如果是初春寒冷季节 播种它成长速度较慢 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三月初从种子直接播种奶油白菜 到现在两个星期的样子 已经全部发芽了 而另外一块地里相对种植脚碗的小白菜 从播种到现在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而且这块地里从阳光照射的角度来说 稍微差了一些 但是它们也都陆续的发芽了 在寒冷的早春时节 种菜发芽就是成功了一半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种菜呢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意我们最新的种菜动态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